澳門新一代自家製聶人王XO醬 祝大家九年好時高運 一日有食神 聶人王XO醬採用圓粒瑤柱 圓脊蝦乾 不加鹽 不加味精 全無人造色素 無論不拌飯 拌麵炒菜 什麼都拌得起 還有大辣 中辣 微辣等著你 農曆假期過澳門玩 記得過來買些回香港做手信 聶人王XO醬 澳門探仔 官也佳莫爾基旁有仇 潘兆聰 恐怖在戰 七仙女師傅 哈囉 艾文 Happy Valentine 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我們還有十兩分鐘過情人節 等我沾你的王氣 過情人節 但是今晚我們又想說到一些人裏面 跟一些情感有關的東西 因為還是情人節 最後十幾分鐘 所以我就跟七師傅說 有沒有一些個案 好像人鬼情未了那些 明明死了 但是還感覺到你的伴侶在身邊 這些個案有沒有接觸過 有一個女生是我的學生 我希望她今晚不要聽 因為如果她聽的話很尷尬 不要緊 這些是她的私人 但是你沒有說名字 也沒有什麼所謂 也不知道是誰 她也挺漂亮的 也挺旺夫的 跟她老公結婚之後 她老公的生意 那方面也挺好的 不過她老公很快就死了 不知算旺夫還是怎樣 財方面也挺旺 不過她 就旺了她自己 是吧 因為自己孤零零一個人 然後她說 開始就說想轉桃花運 之後我看到她的臉色很欺負 有一陣欺負 然後她說 她說不好意思 很羞恥 不好意思跟別人說 為什麼 她說因為晚上 每晚都是被她老公 一死的老公搞 真的嗎 又是這樣搞 就是搞她 她說晚晚搞了 搞了幾次 她說很累 每晚都很累 那我說你怎麼知道 你老公 她說她知道那時候 是否 她老公生前 是否 現在她老公搞她 那些是否 她說是 聞到知道是她老公 而且習慣了 這麼多年都知道 那些 身形 體重 尺寸都知道 連那些姿勢都一樣 對 沒錯 她說知道是她老公 我問她怕不怕 她說不怕 她說其實是開心的 不過呢 她說都不想 長期都是這樣 賭錢 對她的健康是很影響的 當然 而且面色很差的 面色都是一塊塊蝦色的 她那些蝦 不同 不同健康那種的蝦 嗯 的確都是有一股邪氣的 那些 之後 我說 我說就算你很孤狂也好 你都不要再搞你死的老公 你跟她說明 不然你找法師收了她 如果長期這樣 真是很 不行的 令你的健康財富都不好 即吸收那些陰氣 因為她的病都是差了 之後 之後 她都去韓國去整容 哦 是嗎 整容整理一下 打針 整理一下眼睛 整理完之後 有一段時間來我學校 我說 我漂亮了 皮膚有些光澤 她說是呀 現在拍拖了 有另一個男人 她說一跟我這個男朋友同居 那個老公 死了的老公 自然都不來了 她這麼奇怪 咦 會不會是老公 其實擔心她沒有另一個 於是 看你沒有 就成虞而入 即是成虞而入 做回這件事 但都知道你有了 她就退隱江湖 正常的 會不會 不會的 不會的 用常理 用常理去想 是不可能這樣的 因為她老公當時 放不下她 就是因為執著 就是因為很愛她 很掛念她 所以 慢慢跟她溫泉 因為她老公 並不是報復她 她老公 不是報復她 她老公是因為掛念她 所以慢慢跟她 搞事 但是 因為她遇到一個新的男朋友 當時 她老公 受不了那些陽氣 哦 這樣解法 好了 另一個話題 我真的想轉一轉另一個話題 因為 今天 情人節 明天已經是練三十晚 很多人都會 開始 在家裡 擺一些東西 我記得上次聖誕的時候 我請七師傅上來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想 改變一下你的運程 或者想家裡的氣場 好的話 在家裡 擺一些當時得靈的花 是吧 或者當時聖誕節 也擺一些聖誕花 因為她在那個時候 開得最棒的 她的氣場是最好的 那我今天就問師傅 喂 是不是這樣說 就應該買些桃花回來擺呢 因為桃花是一年開始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那是不是真的 在這個時候 擺一些桃花 在家裡就等於旺的呢 是不是這樣的理解呢 現在很多花 並不是只是桃花 好 很多花可以讓你選擇 嗯 就是這麼多花 從裡面有很多花 是不是 你不只是讀外桃花 是不是 主力都是桃花 那是不是呢 如果這樣說 都未必 都要夾回你自己的 所有的東西都要夾回你自己的 那些人就說 多吃一點 吃多一點 什麼 雞蛋 那你都要夾回自己 是不是蛋固順高 那些人就說 多喝點茶 那你如果 身體已經很虛了 喝這麼多茶 你更加虛 並不是說 所有的東西 一定是百分之百最好的 那桃花沒有關係的 怎樣夾呢 那桃花沒有關係的 桃花是屬陰性的 啊 桃花屬陰性 逢那些花草樹木 嗯 鮮花 它都分陰陽 陰陽 那怎樣分陰陽呢 如果那些葉很細的 很幼細的 或者爛藤那些 都是屬陰的 有另一種 花草就是 很少曬到太陽的 都是屬陰性的 那桃花這些呢 就是偏陰的 為什麼呢 所以 在風水來計 桃花 桃花上面有那些 就是種出來的桃花樹那些木 嗯 用桃花木 來劈斜的 是不是 桃木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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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用桃花那些 樹棍做出來的 那桃花 本身那些樹 嗯 就是 建議大家 家裡 就算有很大的花園 都不要種桃花樹 是一個 真的 是比較邪的 是嗎 是 我看過很多 很多風水的 有些家裡種桃花樹那些 就是家裡很容易惹到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噢 還有一些 種一些 木瓜樹都不好的 種木瓜樹那些 那些女人呢 那個乳房 容易生東西的 噢 又容易丟 不是 是容易生東西 有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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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過很多風水的 去一些新界 噢 所以有些經驗 嗯 我學回來 在老師 師傅那裏學回來 那我都實踐了 嗯 看過很多風水 實踐了 真是種椒 那些人真是種椒 那些門前 都掛著一堆 沒有瓜樹 噢 果然 她的婦科有問題 接著呢 噢 她種了 一秋二嫩那些 那些瓜果 噢 接著呢 生了那些 子宮基柳 嗯 這些全部都是實踐出來的 嗯 那些風水 這麼多年 五千年的文化 這些都是經驗 風水 就是經驗 是不是 就是經驗 就是 那麼多 千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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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千年 總結出來的經驗 那 那不是啊 桃花都很多人 家家戶都擺的 那你做生意 都做多桃花樹 那些商場 全部都是桃花的 那不會有事吧 對 如果這麼陰的話 那很大件事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桃花樹是陰性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很陰 你身體很差的話 我建議你 要買太陽花 即是比較陽性的那些花 噢 開心的那些花 白鴨 白鴨 太陽花 買些陽性的那些花 或者擺一盤吉 是不是吉會好些 如果這樣純粹說吉 那應該是否會陽性一點 我不知道 吉也OK 買些鮮色的陽性的花 桃花也OK 花開褲子桃花也OK 那你也要適合那個位置 剛才你說不行的 現在還說OK的 不是 因為 因為 我剛才說不行 但是 你的潛意識 你想要我說可以 是不是 不是的 我沒有潛意識的 你說可以就行不行就不行 我想知道了解 我知道你想什麼的 因為你逼我 我沒有潛意識 我哪要逼你 不是 你的潛意識逼我 我知道 我沒有逼你 不是的 你想什麼我也知道 我沒有逼你 你又逼我 因為你呢 沒有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盡量不要敗桃花樹 你說為什麼不行 你意思就是想覺得 不是 因為大家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說不行 我現在站在一些 大家公眾立場的人 去問你 因為我站在他們的角度去問你 因為我看到很多留言 都覺得 比較古怪 這個說法 所以 我站在 代表著他們去問你 我沒有立場的 這件事 其實我呢 我就不會拜 因為太多問題出現 你一擺開桃花 本身呢 每一個 剛才說的樹有樹精 花有花神 樹有樹神 本身是陰性的 陰性的 那麼 你拜開桃花 你連年都要拜 就等於 你拜開仙 你突然拜開那個仙 是吧 好地地的 突然間你不拜了 他就小氣 所以 這個原因就是 你拜開桃花 你連年都拜 你不拜的話 那些桃花份更差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你拜開不拜更差 意思是這樣 拜開不拜 即不擺 就更差 是 如果你擺開桃花 你連年都要擺 好地地 但是你有時 你未必連年都會買桃花 有時會覺得很麻煩 又很貴 現在桃花樹又加了價 天氣一暖了 桃花又長不出來 天氣冷 那些桃花又出不來 可能你未必連年都會買桃花樹 你又不買 過年 那些桃花 那些人緣 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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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付 這些大的桃花是有些樹繞或是樹精會寄居下去 當你每年都擺放的時候 有一年你不擺放就有點麻煩了 他假設了這個前提 這些樹精、樹臣是會依附到這棵桃花上的 對嗎?這個假設信 你理解能力很強 不是,我始終到20分鐘才能理解到 所以也不是很強 看完了?沒有了?最精初的部分看不到的了? 是的,這只是恐怖在線每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到一個小時免費節目的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大概11點答八個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頁Hotbase都可以看到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大概一個小時免費節目 但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就是30元 而視像是40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隨時下載,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只要你加多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了 所以不用想 立刻下載,立刻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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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